一波王炸的队长王一波队长 对于杨凯的这支决赛作品有什么样的点评 你头凉不凉冬天了 其实我这个作品还是 确实有点凉 我第一次尝试嘛 这么好的个舞台我觉得应该尝试一下 这就可能是我Beeble的态度 大家觉得我态不态度 这就是一波王炸的态度 但是我还是忍心没有让他们自觉的 你们有没有态度啊 要 要 谢谢 完美的接过了队长的话 队长您继续 太帅了 太炸了 然后就是整体的编排都特别好 然后尤其是应用一些道具啊 然后包括一些空翻的技巧 还有剧情 我觉得都特别好 比上次的那个哪吒更好 谢谢 谢谢 超越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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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队长 终于第一次得到夸奖 非常的感谢 博哥 这就是我们这就是街舞第三季的总冠军嘛 我知道 您觉得他在第四季的这个总决赛的作品水准如何 我觉得有的时候啊 我觉得有的时候啊 我们就是水平不一定说了 都拿了冠军了 就不聊水平 水平肯定是高水平 上次也见证过了 就是一上来以后已经带着这个 有一种王者的风范 是不是啊 一看气势已经在这儿了 啊 这个这个绝对的 有的时候啊 人就是要趁势而为 就是这个势在身的时候就 这个勇往直前 希望后来过一会儿能够看到你这个更加的表现 好 谢谢 谢谢 谢谢博哥 一星队长也是见过凯哥在第三季的那个总决赛的舞台的表现的 觉得第四季的这个作品会不会新的惊喜 同意博哥说的话 那我们就让杨凯赶紧先跟大家好好来聊一聊 包括最后这么炸的一个造型 自己整个呈现的决赛作品是一个什么样的构思 之前就是我们刚开始不是放了一个那个佳和的那个音乐起份吗 然后就是佳和就是我们想呈现的是一个 就是学武之人去闯关 就有点像是我们逼过人的状态一样 面对困难融往直前一直闯 然后呢就 就这样闯过了 然后就大家就在一起了 对对对 就这个故事了 然后中途想的时候想的 真的是让人头突 然后 对啊 然后想了很久 就是这个想法想了很久 最后就是啊 头发自然 就最后一段的时候 我们真的不知道用什么舞蹈起舞去表达我们那个B-Boy那种状态 然后最后我们就想了 就是 对对对 把那个 那种感觉 就燃起自己的那个状态 然后包括 在之前呢 就非常感谢我的 全国的就这17位 加上小朋友 然后就中国最厉害的B-Boy 然后非常的respect他们 因为他们为了这个作品 包括还有年轻的我们这队里面的 都在有女朋友 然后都还是为了这个作品而光光的 就是那种感觉 对